2月25日至26日,ASPA首场演唱会Sing Hyperland在韩国举行,为歌迷们带来了特别舞台、为发型歌曲和每位成员的solo舞台,但ASPA继续受到口行同步的争议。 具体来说,韩国网友指出,ASPA在演唱Next Live时,嘴唇与音乐不相符,并立即在韩国引起热议。 ASPA在声乐方面,被称为第四代最强女团之一,但经常被指责假唱。 在音乐节目中,假唱现象没有被严厉批评,因为这是保证录音质量的正常现象。 但ASPA不仅在音乐节目、大学音乐节上被指假唱,现在连自己的演唱会都引起争议。 音乐会,Sing Hyperland在社交媒体上有许多病毒是传播时刻,尤其是Winter弹奏电吉他的开场。 尽管粉丝们为他哭哭的形象而疯狂,但有些人认为Winter只是在假装弹吉他。 面对批评ASPA和攻击Winter的评论,歌迷解释说,演唱会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,ASPA假唱很正常。 因为在大多数演出中,ASPA的现场演唱很好,他们的精力和表现技巧有所提高。 至于Winter,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负面评价。 爱的含舍,美尔姐说最新韩语,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